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聊生活在地球上的金星人 这是一集有可能会改变你三观的视频 改变你对外星生命之前的认知 它也许会让你重新定义对金钱的理解 重新认识你自己存在的真正价值 因为它是所有自称是外星生命的地球人中 最能够完整描述自己经历的意味 它所说的一切似乎毫无破绽 并且它的目的似乎充满正能量 为地球人类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它就是自称来自金星的欧米纳奥尼克 提到金星,我们并不陌生 它是太阳系中八大行星之一 因为它与地球有着极其相似的地方 所以又被人类称作是地球的蓝车兄弟 并且在八颗行星中 它与地球已邻居的身份存在 直径为12,092公里的它 仅比地球小650公里左右 质量约为地球的80亿 重力约为地球的90% 在图片上看的话 它们经常会以1比1的形式出现 那这样一颗与地球极其相似的行星 是否真的有生命存在 如果有生命存在的话 它们会以怎样的方式生存 它们是否和我们一样 同样也需要食物来补充能量 如果这些疑问都可以被证实的话 那么为什么我们人类的探测器 却从来都没有探测到金星生命痕迹的出现 带着所有的疑问 我来为大家讲述 发生在欧米纳身上的传奇故事 1991年 国际UFO大会成立 这一年 也正是欧米纳在公开场合 首次承认自己是金星人的事件 这一天 在亚林桑那州 聚焦了来自世界各地的 与外星文明有关的专家 与相关事件的人员 他们各书几件 纷纷发表自己的想法 在这里他们可以敞开心扉 毫无顾忌地去畅聊外星文明 也许在外界人士看来 这些人都是聚集在一起的一场笑话 但是 在场内就出现了一位 让所有人都感到惊讶的女士 这位女士气质非凡 口齿伶俐 为了故事的真实性 以及更大程度地还原当时的氛围 接下来 我会以第一人称的身份 转述欧米娜当时的演讲 欧米娜是我在金星上的名字 而我在地球上的名字 叫希拉吉普森 我是出生在金星上 最后 以一个小女孩的身份 化身进入到地球的世界 但是 从金星的维度 降到地球的维度 我还保留着原有的灵魂和感知 最开始化身为人类的时候 我是以一个七岁小女孩的身份 出现在地球上的 而我所占有的小女孩的肉体 正是希拉吉普森 为什么要选择占有她的身体呢 因为我和我的同事 已经提前预知到 她的生命将会结束在七岁的时候 这一天 我躲在希拉吉普森的车祸现场 静静地等待着实际的出现 最后 在希拉被车撞到的时候 我的同事 悄悄地把她的肉体运走 在救援人员到达现场之前 一个活灵活现的希拉 再次出现在大众的视线面前 而这位活着的希拉 正是我本人 我现在所讲述的这些事情 并非我自己凭空捏造的 而是真实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 从金星来到地球 我跨越了多个维度 在我之前的世界里 没有肉体的生命存在 金星人不用吃饭 不用睡觉 不用上厕所 不用语言交流 只用逆时交流 完全是一个地球人类 无法想象的世界 但是 如果想要从金星人 转化为地球人 是一件极其痛苦的事情 因为最大的困难 就是要从一个意识形态 转备为一个肉体形态的过程 我们要进行漫长的肉体训练 将意识束缚在肉体内 慢慢地去适应地球的生活 在2000万年前的金星 和现在的地球一样 同样也是三维世界 后来经过金星人的集体努力 走进了一个没有金钱 没有政治斗争的社会 社会文明和意识形态 慢慢地进入到一个 更高维度的世界 所以 我们现在的金星 是不存在任何战争与宽比的 我们把这一次转折点 称为金星大变革 现在的地球人类 在地球与月球的影响下 变得越来越自私 越来越现实 为了金钱 可以随意践踏道德底线 如果继续这样发展下去 人类将会逐渐地走向末路 这些丑陋的现象 与之前的金星极其相似 但庆幸的是 我们在所有人的团结之下 用集体意识 去揭开那些隐藏的秘密 最终走出了黑暗 在这一次大变革中 我们以和平的方式 消除了阶级斗争与金钱的社会 真正意义上 实现了一个没有私欲 没有斗争的世界 但是 在所有的金星人中 难免会出现一些 极少部分的叛逆者 他们最终 还是沉浸在以往的金钱社会 和私欲世界里不能自拔 这些金星人 都是以往三维世界里的 上级阶层人类 大变革之后的金星 没有了他们的生存机会 于是他们把矛头 指向了李金星最近的地球 来到地球 继续他们曾经为所欲为的猖狂行动 这种殖民地球的行为 一直持续到现在 而地球 也是他们唯一可以进行殖民的星球 因为其他几颗行星 同样也有着合金星 相似的文明程度 而地球人类的贪欲 与金钱是最为落后 最为适合被他们执名的条件 当然 欧米娜口中所说的戴引号的事实 我们当一个故事听听 还是比较有乐趣的 或者 也可以作为我们人类 探索宇宙的一个新的出发点去考虑 还是比较可行的 而不是完全沉浸在 他所说的事实中 我们需要保持客观的态度去倾听 站在现有的科学层面上 去更加合理的推理 可能发生过的事情 或许 这样新颖的话题 可能会更加开拓我们人类的思维 欧米娜还说道 在金星中 我们生活在星光界里 不吃东西 只靠吸收能量 就可以维持正常的生命体征 如果我们在地球拥有了肉体 就暂时不能回到金星了 但是 如果肉体死亡之后 我们的意识形态 利用星光旅行 还可以再次回到原有的家园 在金星上生存的时间 与地球生存时间是不一样的 我们那里一个普通的金星人 可以大约存活500年以上 欧米娜说 在太阳系中 有许多个高等外星文明的星球存在 它们经常会以不明飞行物的方式 出现在地球上 有些是来运送物资 有些是来监测地球 白种人曾经生活在金星 黑种人生活在木星 黄种人生活在火星 棕色人生活在土星 而这四颗行星的人类 曾经都殖民过地球人类 它们类似金星人一样 来到地球都是为了满足它们对金钱 以及阶级统治的欲望 因为地球人类的行为 以及文明程度 是最适合它们的 欧米娜说 地球人类现在遭受物质 与金钱的欲望太过强烈 但是 终究有一天 它们是会觉醒的 对自己的欲望 做出反击和控制 到那个时候 人类不仅仅只满足于物质层面 而是真正地将自己回归到大自然 慢慢地意识形态和社会文明 逐渐地向一个更高的维度发展 人的一生是固定不变的 而从出生在地球的那一刻起 就是一个漫长的修行过程 听到这里 你会不会认为欧米娜 就是一本科幻小说里的作者 而她所讲述的每一件事情 正是她书中所写到的故事 没错 欧米娜曾经的确出过自传 说我的名字 就是我来自金星 在她所讲述的这些故事中 的确存在着一些炒作的嫌疑 我个人怀疑的地方就是 欧米娜会不会凭借着 这一次人设的打造 借此机会来推广自己的自传 自传正好是在1991年发行的 而这也是她公开承认 自己是金星人的时间 2009年 欧米娜因个人身体原因 不能写书 也不能使用电脑 慢慢地走出了大众的视线 自欧米娜事件流传开以后 大众对她的评价 也是褒贬不一 有些人说她精神有问题 也有人相信她的科幻经历 不管怎么说 对于她口中所说的那些事实 我们只当一个故事来听听 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但是从她的演讲中 确实有值得我们去学习和反思的地方 我们正处于一个物鱼横流的社会 有些人为了金钱和权利不择手段 用生命和大量的时间来换取金钱 其实在我看来 物极必反 如果过分地去追求物质的欲望 在不久的将来 一定会被物质所毁灭 而比物质和贪婪的欲望 更加有意义的是 在精神层面上去提升自己 这时也许内心才会得到真正的满足 好了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会